加油努力 支支兵帶你游山換水吃好西 今天又回大陸跟大家吃貴魚溪精至江節菜 上百度地圖看看如何去 福田口岸出關口之後 不要去下面地鐵站 要走出去外面 外面有個10號線 平時那個是4號線 這個10號線 搭兩個站 在江夏站下車 一出就去到這個卓劣中心 走到C區上一層就找到我們這間店 裝修得蠻漂亮的 它都是走高級的路線 一坐下還有些茶杯給你選來針茶喝 我們看看有什麼吃 一進去已經提醒你紙巾收2元一盒 可以退的 茶位就8元一位 這個位置輸入人數之後 應該可以剔除了這個紙巾錢 不過我就忘記了 不過最後它也有退的 這裡就看到它有這個招牌必點 極品乾南神仙雞 麻辣龍蝦會豆腐 陳蓮花雕最高蟹 這些價錢也不便宜 然後再下去有這個紅燒肉 白珍海膽豆腐 豬手 臭魚 黃魚燜蓮糕 然後還有燉雞湯 紅燒海參 金湯花膠 獅子頭就38元一位 一顆 金靈鴨血粉絲湯 送掃魚巾 有些爛盤 有些爛盤 有些魚蝦蟹 龍井蝦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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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是牛豬加琴 還有些融合小炒 整體來說 它也是走高檔路線 還有些菜 江節菜 江節菜很經常有的小籠包 山煎包 然後就是飲品 我們點了 鹹肉 灰鮮筍 腐皮青菜 本邦紅燒肉 黃魚燜蓮糕 鮮肉生煎包 桂花米糕 鮮肉小籠包 很快就上了一碟腐皮青菜 腐皮青菜的味道煮得很好吃 湯也很鮮 菜也很甜 如果計算菜的價錢 這頓飯就很划 但其他東西就比較貴 因為看到門口 放了一條大黃魚 老人家以為是有很大條 說一定要吃 然後上來之後 就非常令他們失望 然後小籠包就中規中矩 這個桂花米糕 沒有白糖糕的酸味 我個人覺得挺好吃 還有這個 本邦紅燒肉 紅燒肉 也不算太肥 雖然看到很肥 還有一個山煎包 山煎包也做得很出色 整體來說 不要叫他們那些貴的東西 吃一些便宜的 這間店的性價比又挺高 吃了貴的便宜便宜 最後大眾點評打卡 送一盒 桂花老酸奶 大眾點評都可以買 買那些47.5袋50元的券 便宜一點 這頓飯 我們5個人吃了550元5毫 因為黃魚已經要268元 其他東西也很便宜 都是20-30元 紅燒肉也是88元 多謝大家看完這條影片 記得讚好訂閱和留言 多謝